我所画的苹果 富有生命 人性和使命精神 苹果形形色色 正像形形色色的人生 我是林金海 我的画我用的是古典主义薄油画法 因此比较少剧烈和脱落 比方说我80年代所画的画 至今都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同时薄油可以用色彩的对比色 补色来表现物体的重量感和厚度感 绘画是天马行空 无中生有 只要你能够把感性和理性的一种结合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 灵感只是创作的一半 有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就可以克服没有灵感的问题 我在日常的生活中 不断与其他种类的艺术得到熏陶 潜移默化 我自然而然活飞在我的作品中 我的创作的目的是 要给社会的一个提醒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希望能够和谐共处 社会的动乱是人类的可悲 艺术品呢 除了能够讨厌心情 同时呢 也提升个人的品味和修养 还有投资的价值 我所收藏的艺术品呢 主要的是我仰慕艺术家 被他们的艺术灵魂和灵感所打动 这是我对他们的一种信心相惜 同时呢 也回馈给他们 就是买他们的艺术品 比方说清代的家具很复杂 但也很进攻 整体的呈现艺术感呢 很有美感 自然呢 我也把这种美感呢 潜移默化地 应用到我的艺术作品中 只要你有眼光呢 你收藏的艺术品呢 将来必定会有回馈 我作画的态度呢 是为了创作而创作 并没有考虑到市场的价值 和那个需求 在数码年代 年轻人呢 是比较技工尽力的 在作品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布在网络上 等到有一天呢 他的艺术水平提高提升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到 之前发布的作品美中不足 其实只有成熟的作品呢 才能感动人 持之以恒呢 是画家应有的态度 不如把那个时间 装住在自己的创作上 总有一天呢 你会碰到薄弱 我中学时期呢 学过水墨画 因而呢 融会关通 潜移墨画的 应用到我的西洋画中 随心所欲的表现 身为华人呢 我认为呢 我有这个义务和使命呢 去保护中华民族的艺术 让下一代呢 能够欣赏到中华民族的艺术之美 这是出于我对一个民族的敬仰和同时呢 他的过去到现在的辉煌成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